考儿 这是离婚协议书看一下吧 葛墨迟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 他会让律师补进去 墨迟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他 这还是律师让我把协议书交给你的 传达葛墨迟的意思 在孩子周岁以前只能分居 所以他会回北京 等孩子过了哺乳期以后 再办你正式的离婚手续 你满意了吧 调拨我跟他的关系 你能落什么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睁眼说笑话的本事都见长了 我跟谁去的相似商看刘欣云最清楚 你却故意说是齐树里买我去的 葛墨迟要不是受这次情 他不会在婚礼上给我谈看 是你自己记错了 管我什么事啊 你跟齐树里本来就有一腿 你肚子里边孩子是齐树里的 所以耿耿才不要你 我还把我роп扯过对 你为什么要撐汗 你爱的什么心 就是见了的呢 来来来 来 进来 进来 来 你看看 你还没走啊 东西收拾好了 来来 走 看看这边来 来 你们看看 这是厨房 什么都有 这菜市场过马路就是 生物特别方便 来 你再看看 这卫生间 什么都有 你呀 淋包酒能入住 这不是挺不错的 有点小吧 这还小啊 这房子使用面积还五十平米呢 你看看 戈壁老王 那是一间三百五口 不才住六十平米吗 你过来看看这 你看这窗户这阳光多么充足啊 你看 你看这 这 你看这阳光 哎呦喂 你看 都照人 可我觉得这是个老楼 然后刚才看厕所还漏水呢 哎 真是一样 亲爱的 咱也就暂时先住这儿 等咱攒够了这个首付的费用 咱就买个新房好不好 等你说买房都猴年马月了 快了 就两年 再延两年 到时候一定给你买个超大的房子 真的吗 真的 祝您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再见我了 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你既然能问出这样的话 好像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吧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好 我承认孩子不是你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生孩子呢 你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 万一遗传给孩子可怎么得了 你明明知道坏了他的孩子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我当一嫁给你的时候 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等我从北京回到新城才发现 我好几次想要跟你说 但总开不了口 后来就想着索性的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给你摊牌 否则你很有可能会逼我拿掉这个孩子 是个无耻的 是啊 我是无耻 我要不无耻的话 当年我老公尸骨胃寒的时候 我也不会跟你鬼魂 咱俩是一个祸色 可莫迟 就算我有错在先 我也不会哭着喊着求你原谅求你回到我身边 那不是我白考而会做的事 那不是我白考而会做的事 闲话就不说了 我们继续谈离婚的事吧 你想怎么谈 孩子的事还没谈完呢 我知道你身份特殊是名人 即使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对外我也会保有你的颜面 所以对媒体 我会说你是孩子的父亲 这天你没意见吧 继续 既然孩子是你的 那你就得负责了 离婚的事还是按照你律师之前的建议 等我哺乳期结束之后 再做正式的离婚手续 毕竟 在妻子孕期 离婚可不是件光彩的事 你看 处处为你着想 谢谢你为我着想 不谢 还有上涯费 多的我也不要 我就要你身价的一半 你看可以吗 明明你是郭错芳 敲我一半的身价 够可以的 我是郭错芳 你有证据吗 现在孩子还没生起来 还不能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能拿到 我对你不忠的证据 捉戒也好 偷拍也好 只要你能拿到这样的证据 你一分钱我都不会要 我今生出了 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可儿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有爱过我吗 不是混淆的爱是清清楚楚的 心里知道爱的是我 你有过吗 如果有 别说一半沈家 全部瞬间我也认 爱你 我记忆中是爱过你 可现在你连婚礼都取消了 我还能再爱你 你可以死下了 我真想让你一刀捅死我 我 你在婚礼上跟我那样的羞辱 我怎么可能一刀捅死你呢 我会千刀万刀地连婚礼 让你生不如死 我白靠儿不是那么好欺负她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啊 不过还有一件事关于米兰的 既然你要跟我分居 那你也就不能照顾我了 所以你把米兰派给我 当我的贴身助理 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我那种 你看可以吗 你说什么都可以 谢谢 我吃啊 怎么了 吃一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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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莫迟 你可我明天不去求助就怀疑我 我在你眼里算个什么东西 把我这么爱你 我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来得这么多的我 给我死你个混蛋